速記要講 你在愛情中 是主動還是被動的 我澳嬌派的最被動吧 假如說 如果你自己喜歡的人 你不會去主動 釋出善意 不然這樣人家也不會知道 一定要釋出善意啊 我就 引誘 我小時候談戀愛是很密的 就是譬如說我是昨天可能才跟上一個男朋友分手 可能明天就可以展開心一段戀情 我後來發現是 然後我就發現我一直沒長大 我覺得失戀痛可以幫助我們長大 所以我在這部電影裡面一直在跟大家講說 事情發生一定有原因的 那些痛其實可以讓我們更成為喜歡的自己 可是我們要去面對啦 那我想說就是因為沒面對 我一共這樣連串的無縫接軌的七次戀愛 到有一次 對 到有一次真的大摔跤 我真的痛到一個 才發現說出來混就是要還的 情況是大概是這個 很猛耶 然後被劈腿 對 那個是坐莊連七拉七 對 連七拉七的感覺 所以你那次放 第七把放那把槍就來 真的 真的 結果就會拉回來 超搞的 康哥要不要分享一個更進爆 我沒有這麼進爆 我沒有連七拉七的感覺 那個教練連七拉七 所以你大概是有幾分 七十人吧 你 加個零 長成這樣子 年輕的時候當然會比較 比較迅速的 我也是會無縫接軌在一起 到頭來 你可能到某個 寂寞覺得冷的夜晚 你就會發現 回想到 某些事 某些讓你受傷的人 某些讓你感傷的情節橋段 你就會反噬自己 就是 哦 原來我做錯了 原來我是一個 只會傷害別人的人 我自己也承認 每一次分手的時候都 潦草 他們哥現在也經歷了一場戀愛嗎 你剛剛說是經歷 你有一些話這樣句點 他就正在經歷了 正在經歷了 你就直接問 就是雨薇嗎 雨薇 對 現階段是很真實這樣的關係 而且這個關係 反而是讓我 踏實的一個原動力吧 真的很可以感覺 雖然沒有戀愛 是 剛剛沒有知道 他有說他找到了 現在 現在會這麼的近距離聊 好像聊得很平靜 這可能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你們是極品絕配的這段次嗎 嗯嗯 可是後來 真正交往也是極品之後結束 所以 對 有交往過一段時間 也分開過 直到現在又相遇 我覺得這是我很珍惜的地方 喜歡上女方的哪一點 我可以帶他回答 第一點一定是漂亮 是嗎 他漂亮 人都超膚淺啊 有啦 他是漂亮 他是漂亮 而且是 越來越漂亮 這是我覺得他很棒的一點 而且是不斷的 不斷的在進步 他有做了很多的努力 這是我很喜歡他的一點 那我也很想趁這個題目追問 你覺得 兩個都是同樣行業人在一起 相愛生活 是不是 一件蠻棒的事情 可是我有 我以前 我 不免數 我譬如誠實說 我有 其他的 同行的女朋友 真的有 那只是 那時候我 其實蠻反感的 嗯 哦 我其實蠻反感的 到一個階段 熱戀期之後 那時候我開始會有一種反感 因為你 熱戀以外 你要面對到的是現實狀況 那有時候 並不是我不想承認戀情 可是可能 碍於 太誇張啊 那 那我是一直沒有經濟人 我都 狀況內 我就覺得 嗯 那 對方覺得 OK的時候 我就 OK這樣 可是 會有很多工作上的 問題 比如說我在準備角色的時候 我會做一些變化 那其實 不敢說多入戲 可是多半會影響到自己的狀態 我有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 掏出來告訴大家 所以顯得我越來越寂寞 然後就又分 漸行漸行 分開 如果說是現階段這個狀態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就是 傾聽跟溝通 真的是 覺得是從 拍了 我沒有談那一場戀愛 開始之後 才真的開始慢慢的 放下許多包粉 導演 你之前在記者會上面 有開玩笑 詢問 其實他想要喝喜酒的部分 我是真的超想 未來我做主桌 做主桌 這幾年吧 可以讓導演喝到喜酒 應該可以吧 我覺得可以吧 不會太久 有 已經腦中有藍圖的計畫了 比較官腔的說法是什麼 對 通常都會說 敬請期待 對 敬請期待 好像 敬請期待 不像是我們說的話